实现汽车强国之路 究竟应该怎么走 你还记得电影《摩登时代》里 卓碑林那让人乐不可知的 咔吱咔吱的机械动作吗 要知道 正是这种看上去机械的流水线工作 把价格昂贵的汽车 变成了普通把性消费得起的交通工具 当然 这里面可是蕴藏着汽车发展的规律 首先要有巨大的市场 其次要有很强的科技实力 再者还要对生产要素改进 虽然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了 毫无争议的汽车大国 那么我们具备成为汽车强国的条件吗 咱们听听国际汽车制造商协会 第一副主席董洋 在中国经济大奖堂中的解答 中国现在虽然我们在管理上 在这一方面并不突出 但是中国的巨大的市场 我们有劳动力的市场 中国的劳动力和世界各国相处 它的勤奋和知识和训练 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这个成本有相对低很多 有了这些因素 我认为中国一定可以建成汽车强国 要想迈进汽车强国 这一步一步该走走的 首先是技术方面 我国车企发展出境 由于自身研发经费少得可怜 而且长量也小 所以那时候采用技术引进方式更为划算 现如今我们资金有了 难而当自强吗 当然要发展自己的技术了 大型车企集团每年动辄就是上百亿元的研发投入 所以我们现在是有钱有人有设备 大搞自主技术研发正是时候 其次是我们如何应对环境污染 能源团缺 交通拥堵这三个外部挑战 就拿道路拥堵问题来说吧 有这样一个数据 不拥堵的城市应该是 道路面积占城市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 而我们所有城市都达不到 情况最好的是广东省江南市占百分之二十 北京经过了多年努力 到现在才百分之十三 忍重而道远啊 最后一点 对于我们能否成为汽车强国也很关键 那就是我们驾驶习惯 距离文明有多远呢 我发现人马路上人碰到人是很客气 开上车车碰到车不客气 这个不行 哎 中国的司机估计都对路怒正感触很深吧 但在发达国家是什么样的呢 比如两条路并如一条路 大家会很自然的一辆合一辆的逐个并选 所以说我们既要创造高科技的汽车技术 同样也需要为汽车社会的建设做出我们的努力 共享汽车文明 那样才是一个真正的汽车强国 你说是吧 央视财经威奖堂 带你瞄动中国经济 那个事